某一大师在写的一个见闻录里面谈一个当年他听闻的一个故事 说有两个朋友 两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呢就借了他另外一个朋友的钱 借了之后他也不还 不还那个朋友就很怨恨了 说你不还我下辈子变蛇要报复你 这个心发得狠狠也很真切 这是他好像生到重病马上要生命垂危的时候发了这样的恶事 所以第三者就赶紧把这个借钱出去的发誓 告诉了另外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借钱不还的一天就害怕了 因为古人可能还有点相信因果 这不得了 这个临死之后这个发的事 这个要重视 就赶紧把钱准备好要还 而且买了肉买了好酒 登门道歉 这个父亲请罪 说我钱都还给你 而且请你喝酒 把那个肉都准备好了 他朋友一看他还不错 还能够还钱 而且还请酒 就两个人又像哥们似的来喝酒 干杯 这一干杯 这个朋友心情约了一好 约了一好呢 就喝醉了 喝醉了以后呢 就躺着的时候 你看从口里面进来出来了两条小蛇 口里面 这两条小蛇出来之后 马上这个 这个 他的病也就好了 这就是这种怨恨 让他生病 让他要提前死亡 让他要去报仇 所以另外一个借钱 我们一看他口里吐出两条蛇 跑了 心里也放心了 大概这个就化解了 所以你赶紧要知道这个事情 你要去化解 不化解你再接难逃 一定要对面的 所以这就是相互之间 你含了这个愤怒的毒 蓄在内心 就像这个种子 这种愤恨的种子 已经进入你的阿纳耶诗里面了 他这样的一进入 这个深深事 是不会离开的 于是这个种子的力量很大 一定要跟他的冤情在住 对面的 为什么是怨真会苦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总会碰到冤家对头 碰到冤家对头就对了 碰不到才不对了 因为你欠了人家的命 欠了人家的钱 欠了人家的感情 你欺骗了人家 你弄了这些东西 人家有怨恨 人家要报复 报复就是皆当对身 你投到人道里面 他跟着你到人道里面 你投到畜生道里面 跟着你到畜生道里面 不可在人道里面 你投到中国 他不可能投到非洲去 肯定要对身 或者做你的父子 父母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 亲戚朋友关系 邻居关系 同事关系 上下级关系 同学关系 总的要有个关系 能跟你对上号 接上头 接上头 这个债务关系 他就了不掉啊 这就叫冤家路窄 一定是路窄的 你逼不了的 啊 谢谢大家